Presenting the most 普羅正智 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有窩史 Mix追求你 偷 уч, 偷 تع他們 進吧 喂… 甚麼事…追六個… 你們很緊張 沒電嗎?真的嗎 不,繼續追… 有了… 喂… 有球 打球了,甚麼事 下球… 這是假球 競技足球場,星期二晚上11點 哪打機,哪打球,哪打球 打機… 關於城市 XR 大家好,歡迎收看新的一集《大戰》 農曆新年之後,今天只有我們兩個,我和阿金 Kenji有時來不了,新的一集有新的配搭,我們只有兩個 新年之前,我們說了北非傳奇,農曼爾失去阿拉曼那場戰役 現在北非開始由盟軍控制,但其實說盟軍控制北非或火具行動之前 其實阿金應該要補充,之前有少少要補充 第一章先去哪 第一章先去哪 第一章先去第一章 不是,是第二章 阿拉曼那處地方是在地圖最右邊 對落那裡其實有處地方叫蓋特拉瓦地 其實這處地方要特別提一提 它其實是一處套陷陷的地方 套陷陷的地方其實是整個原來 然後低瓦地方其實那裡是浮沙 根本車是不能走的 這個就是之前我們說蒙哥馬尼欺騙龍尾爾 都不相信 其實下一步要說的是 蒙哥馬尼之前被炒過奧金雷克 其實我覺得它有點不值 首先之前在四二年夏天加賈拉那時候 其實它都已經有保險 它都知道萬一真的前面守不住 後面在這處地方它知道 這處地方地形狹窄其實是有利於防殺 但是它是什麼顏色 它是白色的處地方 即是白色的處地方 白色上面有一個埃及的字 不是不是不是 那句話經常說整個埃及 我們把圖最右下方 其實是埃及那個字 對它右下方 即是白色的處地方 即是白色的地方 明白嗎 它一看穿這處地方 其實是地形狹窄 其實是有利於防殺 和不利隆尾爾那些包抄攻勢 它事先已經下了命令 說要在這裏整理防殺 去到加賈拉慘敗 土魯拉失手一路 一路應該向後撤 它就是在阿拉曼這處地方 在這裏顧手 而阿拉曼戰役是有兩場的 第一場在七、八月左右 打了第一場 那場是抵擋了 那個人追擊 接著他打完這場仗 之後奧金羅克才被炒 而且他被炒的原因是很諷刺 第一場是 早一點 其實你跳過了 中間有兩場戰役你跳過了 上一次我們講 我應該講得第一次阿拉曼 但其實我對上一集 其實蒙哥馬尼贏了這場 是第二次阿拉曼 是第二次阿拉曼 第一次阿拉曼 第一次阿拉曼 阿拉曼還沒有炒 第一次阿拉曼 第一次是龍尾爾贏了 第一次是輸了 第一次是輸了 其實那時是乘性追擊 追到過來 但就在防線打了 其實這場戰役 是經常被人偷偷了 其實這很重要 如果那時真的被他衝破 那條防線阿拉曼就沒有了 那時候就是盟軍的防線 在蘇伊斯環圈裡 第一次有防線 第一次下了 盟軍的時候她正好贏了一場戰役 然後想去 因為沒辦法 繼續向東走 然後就 但是因為 如果他攻破這條線 其實阿力薩達和開羅是三兩下手制架 他突入了一個盤地 不是盤地 那個不是盤地 不是盤地 有一個峽谷 他可以直衝一條房子 成勝都要直衝一條房子 但被他頂住了 他進去東進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平原 有一個峽谷讓他進去 那一場就是 但最後因為補級有問題 就失敗了 那一場不是失敗 打不進去 那一場是第一次阿拉曼 然後我上一集說的就是蒙哥馬利 透過這場阿拉曼反省 那一場是第二次阿拉曼 中間還有一場戰役 其實我看書那個時代叫做阿南哈爾發戰役 現在維基的疫苗就很巧合 我不想說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蒙哥馬利猜中了隆美 他不能包抄他被迫著 他知道不是北端打還是南端打 他的猜中在南端 主要攻勢在南端 他就被刑頭痛擊了 令到龍美第二次攻勢都輸了 結果變成採取守勢 因為他這麼狹窄地形 其實是一個兩人利劍 英軍主守的時候有利英軍 德軍主守的時候就倒轉有利德軍 後來龍美報了很重的火 報了很多重地雷在阿拉曼的火線 第二次就是蒙哥馬利用了很有板有眼 用壓倒性的物資很有板有眼 一步一步瓦解鎖整個龍美的防線 但這件事其實就是諷刺的地方 為什麼奧金諾克還沒解僱 因為第一次阿拉曼自己贏了之後 其實尤吉爾是不斷催促他快點反攻 奧金諾我告訴他我的物資是未夠的 一這樣拖就拖到有一次中間的任務 他就解僱了他 結果中間當然上次也說過 有一個人撞擊死 然後才是阿歷斯坦大和阿拉曼的組合 郭特 但是其實這個人 其實他們兩個上任之後 尤吉爾是一直催促他們快點進攻 其實他們倆是用同一理由說 那些物資還不夠不斷拖著他 其實奧金諾克是被炒得很不值 根本上大家都是用同一個理由拖著 但是最後是蒙哥瑪莉做英雄 郭特 其實是時勢做英雄 郭特 當然蒙哥瑪莉這個人 到底這個人是名符其實還是過於這件事 通常是看哪一邊寫的歷史書 英國人寫的歷史書通常都會讚譽他 美國人寫的史書就說這個人是原來其實 其實真相就是兩樣有少少的 蒙哥瑪莉有一件事是 他對打敗龍美是有一個功勞 因為他接任的時候 英軍士氣非常低落 他們覺得龍美二是大部分 下級的軍官或者普通的士兵 都覺得龍美二是一種魔術師 每次都被他玩 根本上大家是 士氣很低落 去到第一件事就是 周圍前線的部隊周圍巡視 不斷的 他手去激勵士氣做得很成功 而且他的公關營造也很好 他為了一些塑造 其實我是可以跟他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第二次就是大戰 其實不單只是在戰場上要打仗 甚至在傳媒也要打仗 龍美二被捧為一個英雄 一部份都是宣傳機器的功勞 倒過來其實龍美二也是一樣的 英國很需要捧一個人出來 說這個人是搞定龍美二 搞定龍美二 他一部份是他自己的個人魅力 另一部份是傳媒 基本上就是英國盟軍 前線的官兵就信了他 當然我想他的白口是怎麼說的 所以要做到這個聲勢出來 因為如果北非打仗德德軍 我們上集也說到 就是一個心理戰 即是一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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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我們講太平洋戰爭 其實是另一個很出名的 例子馬克亞塞 不如留以後再說 馬克亞塞 馬克亞塞 那又是一個PR的高手 很厲害 經常咬著煙斗 你繼續 當然對到蒙哥利贏了阿拉曼之後 其中一個經常被人談的地方 就是有人嘲笑他是一個 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武器 來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將軍 即他那些陣地戰的攻勢 是有很多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戰 有版又很有規律去打 但是他打追擊戰的話 其實是經常被羅美爾的主力走掉 一直是 阿拉曼一直追到 最後追到特利西亞 但是其實他是錯失了 那麼多次可以將他 如果他有羅美爾那種運動戰旗 其實羅美爾一早就被人俘虜了 整支非洲軍團 其實是會被 會好像史達格勒那支第六軍團 會被困死 然後全部都投降 但結果的主力是走去特利西亞 即是誰中將被人俘虜了 對 然後就是李交派 你說火局行動 火局行動 其實阿拉曼退到 那條防線 差不多開始崩潰 羅美爾和希特拉爭爭了很久 應不應該撤退 其實有個很關鍵的時刻 就是火局作戰 火局行動其實本身就是 第二築圖 去第二張照片 其實火局行動本身是何時來的 其實是 11月他定了的日子 其實就是 當然是1942年 那時候剛剛打完 剛剛打完整場阿拉曼戰役之後 阿拉曼打到十月結束了 其實在11月8日 有指定的日子去登陸 有三個地方去登陸 但事前其實是爭拗了很多地方 他本身有定了三個登陸地點 但之前他們發生什麼事 就是火局行動 其實他有整個盟軍 大家互砌的背景 那個互砌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本身就是在剛剛德國打了蘇聯之後 其實你想想 整個蘇聯 當時珍珠港之後就是三大盟國 就是英國、美國和蘇聯 和蘇聯 其實自從全面歐戰打起來之後 加上太平洋戰爭之後 其實蘇聯其實在歐戰場上 基本上是頂上整個德軍 因為當時英美聯軍發覺被攻陷了 其實馬上撤退到英國 史達林都說了整個歐戰戰場我頂了 一直要求在歐洲開第二戰場 對 開了第二戰場 自從美軍參戰之後 都說要開多個戰場出來 當時有爭辯的 爭辯的重點是滅點呢 主要爭辯的是 當然史達林不斷撥他們 比較快 其實爭辯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英國和美國之間爭辯 其實他覺得史達林那些共產主義 跟他那些經濟的新政政策 其實沒什麼分別 邱吉利很討厭共產主義 但是 他講到很出名的說話 馬巴巴羅沙之後 如果希特拉入侵地獄 我會在下語院說 為撒大說幾句公道說話 這句 羅斯福的人本身很討厭共產黨 但是很討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 但是他在想一件事 現在我可以參加了盟軍這場戰役 包括蘇聯 你又不可以不答應他說話 亦當時我們答應了他 要開闢第二戰線 或者叫第二戰場 現在開闢的地方怎麼定 有兩大分歧 第一大分歧 分出來就是英國說 我們不如打北非 但其實有利益關係 因爲 因爲英國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希臘那邊 或者在地中海的形勢 其實英國的利益所在 其實這個要找一幅歐亞非的地圖 因爲對於英國來說 大英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印度 最多資源的地方就是印度 它最重要的交通線 就是一路由英倫山道 接著你駛船到直布羅駝 穿過地中海 過蘇伊士運河 再經過紅海和印度洋 就駛到印度 這條他們叫做帝國生命線 對它來說 控制地中海地區 其實是他們國家利益所在 蘇伊士運河 基本上是一條帝國線 它自己說過 由印度穿過去 你想想 當然駕駛戰爭的時候 都沒有 那時候沒有運河 但其實那條線這樣駁過來 它在東南亞的利益 特別是在印度的利益 很重要 所以整條線的駁來 無論是地中海形勢也好 蘇伊士運河也好 其實最重點是 北非這一點 因為它不想被德軍攻陷 所以它開逼第二戰線 就是無論是邱吉爾的變 整大英軍的將領都說 反攻之餘 但可以幫英國控制 他們一定是想 以北非作為第二戰線 蘇伊士運河另一個政治觀點 其實這不是他自己的隱物 整個美國政界 一直都不喜歡殖民主義 美國一直都說 我們不是一個帝國 我們沒有興趣搞殖民 即使他後來佔了菲律賓 其實他一早已經弄了時間表 說菲律賓最後被獨立 其實這就是英國那方面 他們想由北非開始 打雙第二戰線 其實這個已經很早 而當時未有北非長戰戰役 即是可以爭取得這麼厲害 另外一方面 本身羅斯福一聽到邱吉爾的意見 其實他是想就史達立 即是四年就後就登陸法國 即是他的意思是說對的 但是羅斯福回到後 他回到後 把這個意見說給他之後 那些下屬特別 就是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一個就是當時 應該是陸軍上 陸軍上陣應該是司令 就是馬歇爾 第二個就是歐洲的司令官 就是艾森蒙 艾森蒙 兩個人的意見 都是反對邱吉爾的意見 因為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本身就是羅斯福有些左膠 對於史達林那些就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他覺得北非無關痛仰 我無緣無故要幫你英軍一起去北非打一打 德軍要控制的地方 那麼歐洲戰場怎麼辦呢 另外最終他也是反對 那一場爭辯了很久 究竟火局行動什麼時候 其實 帶了秋千最後都拍了 對拍了 沒有辦法 最終還有一樣東西 四二年五月其實試過有一次 英美是試過攻過一個法國海岸城市 叫迪加普 但那次是輸到混蛋 這個是因為後期真的 那次失敗其實很必要 那次是幫盟軍去吸收兩棲作戰經驗 亦都證明了四二年去反攻法國 其實是絕對行不通 因為這個其實是他們自己本身定下來 定了戰之後 但戰前方面 那個制定最終怎樣 其實艾辛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北非打下去的話 我們不先由歐洲攻過去打去德國的話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會讓蘇聯 當時如果我們可以快些 在歐洲戰場 我們在1942年 因為那時候談的話 應該是在1942年之間 前後的時間 如果我們在1942年之間 我們已經可以派到這個 大規模的英美聯軍 去歐洲登陸的話 那其實可以在歐洲 特別在東歐佔到的形勢 或者不需要被蘇聯日後 形成了一個東方疾病 因為邱吉爾其實是 他會再長遠一點 搞定連北非之後 還有另一個如意算盤 其實他對巴爾幹地區情有獨鍾 其實是想在希臘登陸 然後一直向上打下去 其實是想截蘇聯會 他一直打上去 甚至是想到可以由希臘 一直打上去 十年之後 自從大戰十年之後 艾辛龍做了總統 後期他處理冷戰前的問題 他經常說回憶這件事 如果當初英國老肯 大家擺一頭滿足都說的時候 英國老肯是 首先由歐洲戰場登陸過去的話 我們就不用1944年去做霸王行動 即是遲了兩年 足足遲了兩年 其實蘇聯在東方形成那個集成 即是擊退了 但老實說我覺得 邱吉爾這個想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其實巴爾幹情結 他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環那一獲 那時候又在土耳其海峽入口登陸 其實那次是二十大紀第一次大型的兩棲攻擊行動 那次又是輸到 所以我們兩個加上那個講義的建制 邱吉爾其實在整個火拒行動裏面 他不想走掉這個夕陽帝國 夕陽帝國的最後餘暉 但美國人就不是這樣想法 美國人就說 你說他是想日後自己紅白好 或者當時戰爐好 其實應該是早兩年才由歐洲戰場 其實法國那裏真的是一個決戰場 但我們現在時候分析這件事 我從一個完全現實角度來分析 四二或四三年打法國其實是太早了 因為之前我們說德國空軍都說 其實盟軍是在西歐十 德國上空取得絕對制空拳 都是四四年春天之後 四二、四三年去反攻法國 其實是非常無限的 因為當時四三年開始 盟軍在空中優勢 其實也有說到美軍大量參與 還有一件事就是 開始在蘇聯戰場方面 他有投入大量飛機 德軍對於美軍對蘇聯 投入大量飛機 無限篩固 但問題是怎樣 我反而對你這個有一點不同的見譯 就是說 艾森蒙自己說 四二年會好些 至少不用給蘇聯 其實是一個 你咬的時間要很重點 那個重點是什麼 四二年大家都知道 巴巴羅沙之後 再開始史大林和庫爾斯亞的戰役 即是在東線打得起 如果那時候 你突然間有個霸王行動 即是在西線 由法國登陸 不一定在四二年 即是四二和四三年之間 其實對於德國來說 是一個很致命的打擊 因為你不可以突然之間 通常大家在戰法上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不可以兩線開戰 但如果你打完 即是你東線消耗完之後 你再打西線 起碼中間還有少少傳遞機會 但如果同時之間 即是東線打起來 他可不可以抽到隊兵 可以頂著西線 我想就未必可以 但如果空軍優勢來說 即是空戰優勢來說 其實我也覺得一件事 如果我在德國的指揮部來說 如果盟軍 即是英美聯軍 突然間在西線 我都會調些空軍過去 因為蘇德戰場 其實最厲害都是坦克之戰 所以我都會調飛 其實也要看看盟軍 可不可以用這件事去擊敗 但其實 如果是英國已經發明了雷達 這件事 我也覺得可以四年去試一試 其實我們講完這個 即是資場那場爭拗之後 就有講到 即是艾森紅都說 我們不會四年就在法國登陸 要搞到四年 那他的行動就非常順利 因為其實他跟維琪政府 即是當地維琪法國那裡的駐軍 其實都大體上都清清了點數 即是你一下來 我們略為反抗一下 就沒有落後 有些賄賂的 其實也有講 再講維琪政府 其實爭拗之後 最終是由羅斯福拖取 就說 即是傾念數 最終是由北飛落戶 都沒有辦法 當然是美軍班將領 特別就是馬歇爾 以及艾森紅 當然是很不拒 但最後都拖取了 由北飛上 由北飛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看到這些 這張圖的西北岸 其實就是剛才阿均說的那個維琪政府 那維琪政府 因為你看到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和特曼西亞 其實那時候是法國的問題 但法國其實是一個 向德國求和的派對政權 但實際上沒有德軍在那裡轉手 那時候說一說 大家如果有印象 就認識戴高樂 法國敗亡之後 由戴高樂政府 就流亡英國 就自由法國出來 當然有一個維琪政府 就是維琪法國的那個是什麼 就是剛才跟德國佬都聊天 這個政府和美國佬都有外交 其實最初是沒有斷外交關係 他跟德國求和之後 其實他跟美國承認了這個政權 反正未承認自由法國 即利比亞和摩洛哥 就是維琪法國的領地 就是佔領 但當博娛娶之後怎麼辦 因為英國佬就是藏著自由法國的大高樂 本身美國佬跟他有些話 在登陸之前 美國和英軍最終登陷了三個地方 其中一個叫做阿爾及爾 有一個就是奧蘭 還有一個 最西面的那裏就是卡薩布蘭 這個就是巴頓打的地方 最西面的那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攻陷之後 其實當然都有當地的將領 其實美軍特別是艾森夢 前後後用了很多手段 即是恐嚇也好 出錢也好 總之賄賂也好 總之賄賂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有兩個地方很容易攻陷 剛才我們所說的阿爾及爾 和奧蘭容易攻陷些 但是巴頓要攻陷的那個 比較難 就是巴頓那個是卡薩布蘭加 這個比較難攻 但是最後其實都叫做巴頓 都要搞定 其實你自己看 其實這個火具行動 登陸這三個地點 其實是難度 我覺得其實是難 我覺得有些叫做 脫黑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少做的地方 因為照計算 大家傳統讀 大家可能傳統讀 那個西史的觀念 就是應該英美法 蘇的聯軍 全部自己有 其實固有觀念 就覺得我們由摩洛波 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那時候阿拉曼已經開始贏 所以你和那些法國駐軍的指揮官 其實是有異話為的很多 異話為的 即是他們都聞到風向 即是東非那邊 阿及 英軍反勝了 異帶 大家可能會不知道 這個維其法國其實是 不是跟盟軍的關係 其實不是跟英國好 之前幾集我已經提過 因為就是 打沉不了法國戰爭 因為就是大高樂的問題 所以曾經 曾經 邱吉爾提出一件事 就是 不如我們登陸的英軍 即是有合作登陸的英軍 穿你們美軍的軍服 然後羅斯福就不肯制 因為他覺得 一半一半 其實你留意那時候 火箭行動的照片 有些英國空軍戰機 其實它是變成 由美國的飛行 升的飛行 但是軍服方面 軍服就沒有 就沒有 就沒有 羅斯福說來說去 都說不定 其實那時候真的 不是說得通 是說不通的 其實是違反日內 那些戰爭的法規 所以說不定 但是最後 我怕英軍下去參與場登陸戰 都是未達到一萬人 八九千人 但是最後都成功了 但其實真的有少少少 因為始終法國也有少少 這個維其法國的法國駐守 北非的軍隊 始終都有一些 叫做 有些叫做 抵抗 但是最後都被英美聯軍搞得 摩洛哥和阿吉利 很快控制了 當然另一個代價就是 德國看到 開始 維其法國那裡的地方官 開始渡過 他知道 那時候法國的南部本部 其實是維其法國的本部 還有 快快手手 在英美聯軍來到之前 就佔了特尼西亞 這個德國聞到一層 因為艾森蒙他們本身 就是想在政治層面上 搞定了 但是始終一下來的時候 就是有少少抵抗 因為如果他們快手 連特尼西亞都搶了 那麽龍美之非洲軍隊 就肯定是玩完的 因為 大家看到那個圖 就是 你見的是 上面特尼斯那個地方 就是 其實他跟身體很近 其實後來 空運都可以維持補給 雖然海上已經 沒有多少運輸船 可以突破盟軍封鎖 其實幾乎 那個特尼西亞的戰役 差不多大部分時間 是依靠空運 這個可能是 回到下一集的問題 我預告下一集說什麼 其實龍美爾在這個階段 其實臨後還打了一場 很漂亮的成仗 這個其實是一個 美軍第一次要交一個 很慘的學費 就是美軍 這個是我認為 其實四二年反攻歐陸 我覺得真的會是災難 真的是練兵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 美軍的陸軍 不太行 因為他的參戰年齡 或者 前兩集我都提過 美國和平時期的陸軍 是非常之細小的 是比較差的 然後他臨時大事擴充 但是完全沒有實踐經驗 十月之後 開始降展 有些散兵 其實以美國來說 他也是以海軍 美軍是 就是從北非到意大利 一路一路慢慢學 變成一支現代化陸軍 本來我們想今集 然後到後來陸瓦帝 才修食證果 本來想今集說這場戰役 但是也有那麼多難 海蔡林 海蔡林的戰役 但是現在沒有時間 下一節再講 這個大家下一集就要留意 因為這場就是美軍 即是陸軍方面 首第一場的坦克戰 可以稱為慘烈 因為美軍打陸戰 沒有人的英美 雖然他國勢強 但是陸軍的參戰 絕對沒有德軍 英軍那麼好 你看看英軍 已經交了三年學費 美國是剛剛第一次下場 也是英軍 可以把三十多萬英法聯軍 送回英國 其實那個組織 一直走 給人家裝甲師 即是隆美爾的時候 裝甲師一路追回來 一路打 都可以慢慢運 由陸 由海運回英國 不用說德軍有多厲害 蘇聯也不用說 其實蘇聯的兵多 但是美軍是怎樣 我們下一集就要說這場戰 剛剛初次遇到德軍 被龍龍美爾打獲金 加了功課 遲些霸王行動 也有些做到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新年 新春 我們供給大家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